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 今日说法 过程意外连连 不打这个嫌疑人留号码 发现停机了 买枪卖枪 一个触目惊心的犯罪团伙 像走私啊 大量的制造可能十年以上 甚至个别的案件会到无期途 谁是刘先生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刚才的画面 大家看到的不是玩具枪 那可都是真枪实弹 警方在击查过程中也是步步惊心 那么这些枪支弹药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一切还得从2016年6月底 山东省烟台市警方获得的一条线索说起 说近期 有开发区的人通过快递购买枪支 起初 开发区警方收到的线索非常模糊 只知道有人通过快递购买枪支 并不清楚买枪的是什么人 他买的是什么样的枪 买枪的目的又是什么 虽然线索模糊 但是警方极为重视 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 除国家指定或经主管部门批准的单位外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买卖枪支弹药 也不准私自制造修理或装配 现在有人在购买枪支 而有人买必然有人在卖 这个问题细思极恐 买枪的人他买枪用来做什么 而卖枪的他的枪又从何而来呢 对于警方来讲 无论如何 他们必须立即对这起射枪案件进行查处 由于线索太过模糊 警方的侦查工作有些棘手 不过很快上级公安机关 又传来了一条新的线索 经过查询 在开发区的确有这么一个小区 小区里也有五号楼 侦查员对五号楼这一百多户住户的信息进行了筛查 发现刘姓的住户有两家 一个叫刘强 一个叫刘明辉 其中有一个刘明辉男子 在我们公安有被打击处理的这个强科猎记 那么这个人当时我们也是高度怀疑 刘强就是这名有强科的男子 今年38岁 2006年曾因殴打他人被警方处理过 那么他会是购买枪支的那个收获人刘先生吗 刘强是一家公司的员工 在公司已经工作十几个年头了 除了十年前因殴打他人被处理之外 并无其他劣迹 平时生活比较规律 近期没有什么异常的举动 警方觉得刘强买枪的可能性似乎不大 那么五号楼里的另外一名流行男子刘明辉 他是什么情况 会是收获人刘先生吗 这个刘某是我们开发区一家机械公司的一个经理 刘明辉34岁 是一家公司的经理 经过调查 警方发现刘明辉也没有异常 平时收获诡计也比较规律 五号楼里面的两名流行男子似乎都不太像会购买枪支的人 难道这个收获人刘先生不是这个楼里的 而是对方所使的障眼法吗 因为他留这个地址也不一定就是真实的地址 刘先生到底在不在五号楼也不好说 不过警方觉得无论是哪种情况 他们只有盯住寄到这个小区五号楼 收获人是刘先生的这个快递包裹 这个刘先生总会浮出水面的 警方在辖区的各个快递公司安排侦察员 对每天的快递包裹进行排查 在快递公司排查进行到第三天 7月3日上午在其中一家快递公司的侦察员 发现了情况 警方截获的这个包裹是一个长30厘米 宽20厘米 高25厘米的纸箱 那么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真的会是枪吗 侦察员将包裹放到了安检衣上 内部的包裹的物品是一个枪装物 纸箱里面是一把疑似枪支的物品 从材质看是金属制的 看来之前上级部门给的线索应该是准确的 确定了快递包裹内的物品 接下来警方要查的就是谁是这个收获人刘先生 那么我们当时制定的计划就是 由我们的侦察员化妆场这个拍送员 到达这个五号楼之后 大电话 然后我们在外围做好测试 闲人一旦出现 那么我们究竟抓捕 收获人的手机停机 是巧合还是意外 刘先生到底是谁 他还会出现吗 谁是刘先生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一切准备就绪 就等收获人刘先生的出现 然而此时一个意外发生了 到了小区送货的时候 拨打这个嫌疑人刘的号码 发现停机了 当时我们也做好了 这个几个愿 如果说打电话不接 或者说是 说不方便过来 这怎么样 我们也做了几个愿 但是没有想到说 手机停机了 手机停机这种情况 出乎了警方的预料 快递单上除了这个 170的电话号码 并没有详细的收获地址 也就是说 除了这个电话 没有其他方法 能够联系上收获人 那么 收获人的手机 怎么会停机呢 或者说这个电话 就是单纯的一个 欠费停机呢 事情真的会那么巧吗 按说 快递这么敏感的物件 收获人肯定希望 第一时间能够取到货 而电话是快递公司 能够联系上 它的唯一途径 对方的手机 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停机 可是 就是在这个关键时刻 对方的手机停机了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经过研判 警方分析 嫌疑人手机停机 除了欠费之外 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 会不会是他们买卖 在双方那边出现了什么意外 收件人的手机停机了 如果这是他有意为之 意味着他不想接收这个快捷 也就是说 他很可能不会现身 经过调查 170这个手机号 没有实名登记 查不到机主的身份 只要是这个快递 在我们手中 嫌疑人 肯定会来找他的东西 警方认为 无论是哪种情况 只要快递的这个包裹在 肯定有人会出现的 果然 当天下午15点多钟 快递点的经理打来了电话 他反映给我们说 有人问我的快递点在哪 说 有个件 一会儿来取来 因为当天就 这个快递点 就在一个件没有派送成功 侦察员立即将纸箱 送回到了快递点 并在外面做好了布控 十多分钟后 一名男子进入了快递点 来取快递的男子自称刘先生 还爆出了快递单上 170的那个手机号码 此时 两名侦察员就在这名男子的身边 正当男子拿了快递 准备离开的时候 在门口的侦察员 一把将他摁倒在地 当着男子的面 侦察员拆开了纸箱 这什么 这什么 你上边有东西 你上边有东西 一共四个零部件 一个枪子 有透筒 枪架 弹夹 和这个效应器 现场组装起来 就是一支完整枪子 经过调查 前来取快递的男子确实姓刘 就是之前警方调查过的 五号楼 两名流行男子之一的刘明辉 之后 侦察员带着刘明辉 到了他家里 这是什么子弹 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 就打那个枪的 对 就这个 三十七 三十七 在刘明辉家里 侦察员又搜出了两把枪 三十七发子弹 经过鉴定 这次刘明辉通过快递购买的是一把 仿六四式手枪 能够激发真子弹 属于枪支 在刘明辉家被查获的另外两把枪 一把是改装的火药枪 能激发小口径子弹 也属于枪支 另一把是气枪 刘明辉 今年三十四岁 是一家机械公司的经理 年收入十几万 还有一个六岁的孩子 按说生活是不错的 可是他为什么要买枪呢 他买枪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在看守所 记者见到了刘明辉 说到自己为何要买枪 他说是自己的好奇心作怪 男孩子嘛 从小都喜欢这个 刘明辉说 从小他就喜欢枪 小时候玩玩具枪 上大学后 军训的时候接触到了真枪 这之后 想有一把真枪成了他的一个梦想 去年冬天 偶然间他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广告 有一次机械巧合吧 在论坛上看的时候 看见有人留的广告 就是他有销售这样的枪支 在强烈好奇心的驱使下 刘明辉跟对方取得了联系 在他的空间里边 有各式各样的枪械的一些照片 和广告 对于一个居民来说 在这优惑力相当大 刘明辉说 他知道购买枪支 在国内是犯法的事情 一开始 他只是想随便看看 可后来在对方的一再诱惑下 他还是没能抵抗住自己的好奇心 最终打算买一把试试 刘明辉购买的这种气枪 刑似真强 以压缩气体为动力 能够激发钢珠 有一定杀伤力 刘明辉说 这把气枪他没玩几天就坏了 之后对方又给他推荐了一把枪 是一把仿六四式手枪 他说过到时间 就快递开始神秘日了 就不可能放货了 买不到 之前买的是一把气枪 危险性相对较小 这次 刘明辉打算买一把纺制的真枪 刘明辉说 当时他心里也有些打鼓 他怕对方万一是骗他的 毕竟一把纺制真枪 要一万多块钱 出于小心 他试着花了三千块钱 又买了一把改装的火柴枪 没想到几天后 对方真的把枪给他快递过来了 而且还送了他37发子弹 这下刘明辉忍不住了 确实很漂亮 确实 想尝试一下 六月底 刘明辉花了1.7万元 从对方那里买下了这把仿六四式手枪 没想到出事了 刘明辉反复解释 自己买枪纯粹是爱好 并不是想用来干什么坏事 而关于快递单上 170的那个手机号码为何停机 刘明辉说 他也是事后才知道的是欠费了 对于自己知法犯法 还因此进了看守所 刘明辉非常后悔 当我自己面对这个诱惑的时候 自己的好奇心 可能仗上来的理智 也怪不得谁 只能怪自己 对于自己购买枪支的行为 刘明辉共认不会 那么网上卖枪给他的人是谁 对方的枪又从何而来呢 卖给我枪的人 就是我联系的一个人 叫狂野的一个人 刘明辉交代 狂野是对方的网名 真实姓名叫什么 他不知道 平时他都是通过网上 跟对方联系的 连电话都没有打过 那么这个网名叫 狂野的人真实身份是什么呢 这次对方给刘明辉寄的手枪 是通过物流公司快递的 那么物流信息中 应该能查到寄件人的信息 发布人信息写的是 北京丰台 刘 还留了一个手机号码 遗憾的是 在快递单上 寄件人的信息不全 而且经过查询 侦察员发现 寄件人所留的电话号码 也有问题 看来试图通过查询 寄件人信息 来查找狂野的身份 这个途径似乎也走不通了 不过侦察员觉得 既然包裹是通过 快递公司发出的 那寄件人肯定跟 快递公司的快递员 有过接触 发件的话 他在网上都有这个 可以看到是 边快递员收件 或者叫什么 名字快递员也收件 烟台警方 立即派侦察员赶往北京 找到了这名快递员 通过辨认 快递员确认 这个包裹是他收的 对于来寄件的那个人 快递员说他有印象 因为当时有这么一个情况 他在收这个件的时候 发件的嫌疑人 只填了北京丰台刘 并没有填上全名 所以这个快递员 当时还跟他说 说你把全名填上 但是这个寄件人说 不用这样就行了 所以这个快递员 对这个寄件人有印象 快递员向侦察员描述了 嫌疑男子的体貌特征 说当时这个寄件人 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小伙子 身高大约一米七左右 体型比较瘦 北京口业 快递员还说 当时嫌疑男子骑了一辆蓝色电动车 在他的印象里 以前没见过这个人 关于嫌疑男子 警方虽然掌握了一些信息 但是这些信息还是比较模糊的 偌大的北京城 茫茫人海 像嫌疑男子这种体貌特征的人太多了 就在警方的侦破工作 陷入困境之际 快递员又想起了一件事 就是这个寄件人 在邮寄完这个快递的时候 还跟他要了两张快递单子 空白的快递单子 嫌疑男子要空白的快递单做什么呢 他是不是近期还要寄快递呢 警方分析 如果嫌疑男子还要寄快递 可能还会找之前的这个快递员 于是他们决定 就在这名快递员经常收件的邮局附近 进行蹲守 每天就是他上班了 我们就上班盯着他 他下班了 我们才下班 侦察员仅仅盯着每一个经过附近的男子 三天过去了 嫌疑人一直没有出现 这个嫌疑人会不会 会不会不出现了 如果嫌疑男子近期不再寄快件了 或者他通过其他的快递公司寄快件 不再来这里了 那警方在这里蹲守就失去了意义 可是此时对于警方来说 他们唯一能做的 也是他们最有可能发现 嫌疑男子踪迹的 只有这么一条路 侦察员一直给自己打气 坚持再坚持 或许就能看到胜利 果然 蹲守到第四天 案情出现了转机 一直守到了第四天中午两点 终于这个 像快递员反映这个机箭而是特征的这个人 起了他的蓝色小踏板又出现了 不出警方所料 嫌疑男子果然还是来寄快递的 侦察员立即上前 将嫌疑男子控制住 当着嫌疑男子的面 侦察员打开了他要快递的包裹 在他随身携带的背包 发现了自制的六四式手枪弹 有二百多发 经查 嫌疑男子名叫杨光 三十岁 北京人 之后 警方对杨光的住处进行了搜查 经过审讯 杨光承认 刘明辉收到的那把防六四式手枪 是他寄给刘明辉的 这次被查获的二百多发子弹 也是打算寄给刘明辉的 不过杨光说 他不是狂野 也不知道狂野这么个人 而且他跟刘明辉也不认识 之前没有过任何联系 那么杨光为什么给刘明辉寄枪 刘明辉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他又是如何知晓的呢 杨光解释 他从小就是一个枪械爱好者 去年在网上加入了一个枪迷爱好群 杨光说他动手能力比较强 在这个群里通过跟其他人交流 他学会了改装枪支 寄给刘明辉的那把手枪 就是他自己改的 杨光交代 网名叫书记的这个人 在群里资历比较深 自称是在境外 六月中旬 书记让他帮个忙 杨光说其实他也知道私自制造 贩卖枪支是违法犯罪的事情 但碍于面子他还是答应了 当时书记给他打过来了八千块钱 杨光被抓的时候 他的孩子即将出生 对于自己犯下的错 他觉得最亏欠的就是孩子 就这么一个孩子 以后长大我怎么 怎么给他讲啊 他出生的时候 我都没有把他从小床上抱起来过 据杨光交代 他改装手枪的配件 都是从福建泉州 一个网名叫老炮的人那里购买的 之后 阎台警方顺藤摸瓜抓获了老炮 他就是老炮 名叫许明 三十岁 据许明交代 他也是从一名枪械爱好者 最后变成制造贩卖枪支的 他对这方面 很了解很厉害 枪支的结构什么的 他都两无自杖 他就教我们这么改装 许明说 他也是在网上认识书记的 书记教会他如何改装枪支 平时 书记把从境外走私进来的一些枪支配件寄给他 由他再转寄给其他人 他自称是在云南 不过他在缅甸工作 对于书记的真实身份 许明说他也不清楚 至于刘明辉提到的那个叫狂野的人 他也不认识 他觉得狂野可能是替书记在网上卖货的人 这枪箭目前呢 我们缴获的这个枪支呢 就是以火药为动力的枪支是15支 子弹呢是400亿发 同时还缴获了大批的这个枪支配件 我们打掉了两个地下兵工厂 好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曲新九教授 欢迎曲教授 你看本案当中的刘明辉 他自己呢就是一个枪械爱好者 喜欢枪 所以买了一些枪啊 那么他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法律制裁 那么按照我们国家法律规定呢 目前对枪支弹药管理是非常严格的 包括也包括爆炸物其他危险物品 那么全世界大多数国家严格管理这种枪支弹药爆炸物 所以在中国呢 就是有杀伤类的枪支弹药呢 只要你是拥有 或者你去更不用提示 像非法制造啊 运输买卖储存 也包括走私 相关的行为啊 都是一种违法 那么稍微的枪呢 具有杀伤力的 通常就是犯罪了 所以像刘明辉 他当然他只是为了个人爱好 但是在法律上已经构成了一个 非法购买枪支弹药的行为 买卖枪支弹药罪量刑处罚是怎样 这个就是根据这个枪支的数量啊 和杀伤力来考虑 通常在实际案件中 大概一半的三年到十年这个范围内 除非像走私啊 大量的制造可能十年以上 甚至个别的案件会到无期徒刑 这些案件当中 还有几名犯罪嫌疑人 那些枪支的配件 然后组装起来 卖给这些想购买枪支的人 那么他们的这行为 属于什么样的犯罪行为 枪支配件也是严禁 这个流通和买卖的 那么你购买了枪支弹药的这种配件 让自己一组装改装 然后让它形成枪支 这个行为呢 属于一种制造枪支弹药的行为 那么也就是说 它的量刑啊 定罪和这个 人民会的行为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的数量 可能会更多 面对的人 卖的人会更多 可能处罚上还要重一些 两名嫌疑人杨光和许明 都提到网名叫书记的这么一个人 那么书记到底是谁呢 他的枪支配件 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正当烟台警方准备进一步调查 书记和狂野两人真实身份的时候 山东省寿光市警方传来消息 两人落网了 原来寿光市警方对这起摄枪案 也已经营多时 8月初 他们根据线索 将书记和狂野成功抓获 他就是书记乌某 四川省开疆县人 今年25岁 有过多次犯罪前科 是一名逃犯 警方的记录显示 2009年他因抢劫被抓 2011年有犯故意伤害被抓 2016年他杀人在逃 2016年8月3日 他被寿光警方抓获 随着乌某落网 狂野的身份也浮出了水面 狂野名叫李某 是安徽省林碧县人 今年23岁 是乌某在网上卖枪支的下线 目前 关于乌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制造贩卖枪支弹药的 以及他卖了多少把枪都卖给了谁 这些问题 警方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枪支是国家严厉管控的物品 因为它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和杀伤力 而从事贩卖枪支活动的这些人在把危险带给别人的同时 也给自己带来了危险 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做了法律禁止的行为 必然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也感谢曲心九教授参与我们的讨论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